今集我們探討一個在陰謀論界很簡單 我們平常很容易明白的一個課題 舉陣故障 你明白嗎? 嚴格來說我明白兩個字 是 故障 很出色 謝謝你 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Matrix 哦,即是舉陣是嗎? 你又懂我 你想這樣嗎? 你真的有看稿 以我認知可以 Matrix 譯作舉陣 你當是大約這樣的中文名 究竟舉陣是怎樣 大約是否像Matrix那部電影 即是說我們生活中 其實我們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其實要先說一下舉陣這兩個字 在數學上的意思 這個是數學上舉陣的寫法 其實舉陣是甚麼呢? 就是所有的數目字的框 即是旁邊那兩個框就是舉陣 英文就是Matrix 當年1999年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導演是拿了這個概念去拍那部電影 你數學不是那麼差吧? A11,A21,A31 是啊 你想到甚麼? 你怎麼明白呢? 就是我們活在別人創造的框框 而我們又是不知道 即是我們可能是某種的程式 是的 或者我們可能 的變數 A1,A2,A3 我們三個 我們活在舉陣這個框框裡面 但是你剛才 盧永說我們今次的題目是舉陣故障 舉陣故障 你們看不出來這張照片是有甚麼故障呢? 嘩 三個同樣的人 是的 三個同樣的人 或者這樣 兩個人都是這樣 再看這個 三個 這次有 嘩 即是故障到這樣嗎? 那個不小心 那你想表達甚麼? 所以就是人們說我們活在一個舉陣裡面 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例如你想一部遊戲機 有時候你能打下機會 會有些glitch 會有些lag機 那你的人可能會出現兩個 或者他在那裡抖抖抖抖 這些就是我們現實世界的抖抖抖 導致陰謀論間所想 咦?那我們是不是活在一個好像遊戲機的虛擬世界裡 那我首先要假設這些人 他是沒有血沒有肉 他是NPC來的 譬如三個坐巴士的女生 我作為後面的乘客 我看到我拍照 對我來說很震撼 對於坐巴士的女人來說 我看到前面兩個是自己的 他還不拍嗎? 他還不發瘋嗎? 會不會我們會自己突然間 我又坐一坐車 突然看到前面 有一個跟我一樣的發生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由你現在正在拍 但你又在那邊正在拍劇 你不知道最後 哇,多好 我不用度期拍完 那邊 真的 更過癮 這樣也好 幫幫幫 這個比喻真的很好 會不會呢? 會過癮 對,其實我們有時都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否真實 那我們一路有沒有一些理論去支撐這種故障? 其實幾千年前已經有了 由柏拉圖時代已經說過一個叫做 Allegory of the cave 他用的比喻很有趣 他當時就沒有電視 更加沒有NPC 他用牆上面的倒影 那些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影 他們會在他們自己的牆上面的世界 以為自己活在一個真實世界 但是我們作為人去觀望他們 而他們都不知道 他就說我們可能人類都是牆上面的影 只不過是這樣 我們被第三方觀望的時候 我們都是猛然不知 高維度的東西 去看我們低維度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便是平面 很多年前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也源自於哲學問題就是 我是否存在呢? 而他那時候就說過 我們唯一知道的東西就是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陰謀論又來了 這個故障究竟是刻意給我們認識 還是不自覺突然間手機呢? 不自覺手機呢? 會覺得是 即是不自覺突然之間發生 令到我們醒覺 所以剛才陸永所說 如果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就永遠都在快樂的狀態 但是有因為我們陰謀論家的存在 就令到大家會思考這件事 不是呀 我會不會只是一隻木偶呢? 連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我很怕去尋根教得找一些東西 而是知道的問題所在 而我們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我 rather 因為你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不如我就活在當下 所以有這些個案的時候 那些人都很崩潰 即是會有一些實際故事嗎? 不知道 有 其實有兩個很經典的故事 這個就是發生在50年代日本 他們的Hanada機場 大家都知道 即是一個很著名的機場 曾經 你是不是不知道那個機場? 不要緊 Hanada 不要緊 我都不知道 即是羽田機場 就曾經出現了一個 很神秘的顧客 他入境的時候 他就拿著一個護照 是說來自一個叫Torrid的國家 那個國家是你沒聽過的嗎? 不存在的 Torrid嗎? T-A-U-R-E-D 他說他來自 不是啊 那你有護照 最恐怖的是他當時也有護照 不是啊 United Kingdom of Torrid 是啊 那有護照 但是呢 最震撼是日本的官方想找這個國家的時候 怎樣找都找不到 發現這個國家根本上是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 但是他自己就說 他是第三次來日本公國 甚至他的蓋印 人們認清真的來過日本 還有其他不同的歐洲國家 這個護照是用過的 所以這個護照是真的 所以 日本是扔過人? 扔過印 他說他來過幾次 但是找不到他的紀錄 但是扔過印 但是扔得給他 已經很奇怪了 印就在了 紀錄就找不到 然後將他扣留 放在一間酒店房裡面 他就消失了 這就好像很多傳聞 但他真的消失了 不過好像這些故事 也是說他消失 完結 那就無料了知 不是的 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當時他住的那間酒店房裡 是有警衛在門口守住的 然後那裡好像是頂層 所以其實他要撩走 是比較困難 即是他不可以禽槍走 門口又不可以走 那現在的護照 護照在哪裡 護照都消失了 連同的人和所有物件都一同消失 我們唯一 這個人存在過的證據就是那張照片 哇 那豈不是永遠找不到證據 其實也有另一個故事 但那個人還未消失 還在嗎 2008年一位41歲名 Larina Garcia的女士 有一天起床上班 她做了20年 但無緣無故她的職位 所有名字都改變了 即是她回到去的時候 我是回這間公司 但門口不是這裡的 同時她和其他人的關係都出現這些狀況 譬如她有一位男朋友 叫做Argostine 大家一拍拖拍了四個月左右 但她那天起床 沒有了這位男朋友 已經消失了 反而她是跟她的前男朋友 還在一起 還是非常之恩愛 當然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她就去醫院檢查 她完全是沒有任何 因為精神壓力 或者藥物影響到她有這個情況 所以她都不知道 為何是一個幻覺 還是什麼 但在她的眼中 就是 我所有的東西 為何會全都改變 是一樣的 但又有一點 好像扭到另一邊 那她到現在 都是一個得戒之迷 唯一一個合理的解釋 她放了上網之後 就是平行時空 又是這件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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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